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GadgetLine第五集 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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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預料了 這個失驚無神 大家看完WG 真是失驚無神 對 很多東西想說 不如來個直擊的Line 好 因為我們剛剛裝了很多 你見到很多F25 在這裏 Zone、iPad、Mac 我們都裝了最新的那些OS 所以就想立即看看有多少東西 可以盡量在這十多分鐘 我們試到什麼新品牌 讓大家看看 因為那個OS 雖然昨天WGC完結之後 就直接放了出來 但因為這個是製作者的版本 安裝的過程 就不是平時大家 用iTone 用ODA去更新的 又要去做一些手續 所以整個過程 就用了幾多時間 剛剛下午我們才裝好幾部機 所以現在就馬上來和大家來個示範 當然示範 我們因為都是Live這樣做 有些東西可能是掉漏的 因為我們都未摸得那麼清楚 對 有些東西我們剛剛才摸上手 有什麼東西大家覺得 可能漏了我身體 可能是棄用 對 我們先說iPhone 對 iOS iOS應該是最多人 最多人用 最多人受用 對 最多人受用 你現在看到 這個鏡頭 其實已經是 現在已經開了了吧 對 看到了 在畫面上 已經是那個暗模式 因為之前在 MacOS就有一個暗模式 現在大家都很想 在iPad 或者iPhone 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也是 尤其是這部機 如果是黑色 你看到暗模式 其實看上去都比較順眼 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像眼 還有省點電 是嗎 其實要開了 大模式 已經已經暗了 已經暗了 已經暗了 因為設定的時候 它還會問你 其實大模式 如果是一些比較 日光猛的戶外 會不會看得不清楚呢 那我就沒有試過 就算是現在下雨 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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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 可以看得清楚深淺色的分別 是的 此之前 MacOS 可以有深色淺色兩個 還有一個自動模式 就是按你的時間 它自己跳的 因為現在還是下午 黃昏時間 黃昏時間 你開了淺色 是的 Light until sunset 黃昏時間 或者晚上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轉回去 這個深色 是的 其實這個反而我覺得 都挺有用的 譬如我 如果給我用的話 我就會教到 大概10點鐘 開始用 因為始終可能 這個時間 可能準備上床 那家裡的燈都會 調暗 甚至關掉 那用Dark Mode 其實就 看起來會舒服一點 沒有人刺眼 看東西 因為之前 就有個 Light View的功能 Light View功能 其實就把色溫 變成一個暖色溫 很黃 現在它就 再進一步 變成Dark Mode 不過我自己 之前用MacOS的經驗 其實有Dark Mode 幾乎都 全期開著 很少又 跳回入頭 除非正如我剛才所說 可能在一個大日光的環境之下 在外面 可能需要用上色底 我有個經驗 我用另一個平台的手機 已經有Dark Mode 其實在太強光 大太陽的情況下 其實使用的體驗 都不會相差太多 其實長期Dark Mode 我覺得可以 因為省電 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機器 全部都是OLED Dark Mode 用了Dark Mode 再省電 大家也要注意 究竟用多久 雖然有了待 其實昨晚說 iOS13這部分 我想最大的突破位 或者不同的位 都是Dark Mode 你看到其他的功能 所佔的篇幅 不算太多 他接著說 就是地圖 地圖 也有做了一些更新 其實地圖 多了很多資訊的功能 譬如一些餐廳的資料 或者一些零售商的資料 當然在香港來說 沒那麼齊 沒那麼齊 慢一點 但你說這件事 很突破呢 其實你看Google Mac 都已經有了 我覺得是 最佔了 對 看齊 現在看到 這個是3D Mode 香港真的看到 也有些餐廳 多了一些餐廳的資訊 你不知道 卡下去會怎樣 還沒有 還沒看到 很輕鬆 可以逛街 卡下去有沒有 也有相片 有訂桌 其實有點像Google Mac 大家可以打卡上去 OK 貼圖 不過即是 Street View 現在就沒看到 那些反而在美國用 會比較方便 對 香港 大家的使用習慣 都是傾向Google Mac 當然我們都很想 Apple可以投放更多資源 在香港做更好的地圖功能 大家可以選擇 譬如我們在日本 你可能會用Yahoo Mac 又可能用Google Mac 大家互心補充 在這個畫面上看到 譬如一些多層的商場 都有不同層數的地圖 這個其實也是正在改良 在增加 因為現在還未直接展示出來 可能它還是在Beta 所以可能遲些正式版 資訊要更新 現在看到我們附近 就是ABM商場的地圖 理論上應該是 卡不同層數 就會顯示層數的資料 但你一看就有層數 但好像裡面沒有東西 是的 因為這個商場的First Data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待會我們試的東西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 大家知道沒有這些 沒錯沒有Data 另外有什麼特別 好像 我覺得昨天 大家說到在iOS 我自己 比較驚喜的位置 就是那個Lock-in 就是Sign-in 跟Apple的功能 很重要 看不到這裏 這裏看不到 但我覺得是昨天看 它的Demo的時候 就是嘩一聲的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譬如最近 香港很多 例如有些媒體的網站 你要看它的新聞 就要登記 Lock-in 用Google Facebook 或者你自己入資料 但其實你無論是Google 或者Facebook 其實表面上 就可能是一個 Email Address 但其實你Google 你的Facebook 其實背後 是包含了很多 你的個人資訊 你的一些足跡 或者你是一些消費的習慣 這些有機會 其實就讓一些 第三方的軟件 或者是這些網站 拿到你的資料 雖然你登記的過程很簡單 但你分享Facebook 就可以免費有新問題 但有些隱憂的 昨天Sign in with Apple 這個功能 正正是做了一個示範 如果我不用Facebook Lock-in 我不用Google Lock-in 我可以用什麼方法 去做到呢 那 Apple說 可以將一些虛擬的 Email Address 給你 去做一個登記 也可以讓你去選 開放哪些資料 不開放哪些資料 那這部分呢 我覺得做得不錯 那當然 你們也要這些 第三方的網站 肯接受這個 Sign in with Apple 這個輸入 才可以做得到 那如果你問我 iOS 我昨天有什麼特別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影片的Edit部分 因為我有小朋友 那通常一拿起手 拍照 或者拍片 那很多時候 即是直環 他都未做一次 那我就已經拍了 到現在 即是他在這個影片裏面 那可以有一個Edit 就是直接把它 即是 教正 是的 即是將Video 好像上了一集 Cock Video 是的 即Cock Cock Video Cock Video 還有可以將它 VIP 好厲害 所以這件事 我就覺得 我覺得最棒 立刻可以將 不想拍到的東西 Cock 走 是的 所以這個就很棒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覺得 因為以前很難的 如果你要做一個 Video Flip 很高雜的 也很高雜的 也很高雜的 通常都收費的App 就會看到 今次就已經有了 這件事在他們 這裡都看到 可以做到 試到這件事 都很好 即是大家 即是Apple 聽到大家 可能 即是了解到大家的使用習慣 你的手機就是你的相機 拍片 拍照 基本上都是他的 再加上多些 本身可以 自己可以用到的 一些Edit的功能 即不用再裝 隨便裝 可能裝幾個Apps 或 你要Edit片 可能我要裝幾個Apps 加特效 怎樣 加字 其實這樣 反過來 我需要再保持Edit片嗎 我覺得兩樣 不同的 不同的 做很多很多 即是可能 片後片尾 你可能要做些 漂亮一點的 可能就一定要Edit片 去做 即是這個 你就立刻 立刻想分享給別人 這樣 這個 就立刻 無謂的東西 就傳出去 這樣 這個很強的 Edit片好像做不到 好像很滑 其實 好像不可以 Rotate 不可以 我又不記得 其實甚至 它本身 可能已經有很多 濃度 我逐條片加不到 我再在iMovie 吸收下去 混合在一起 iMovie就可以 將幾條片混合 對 再加音樂也可以 這樣 你應該要 iOS 好像還有一個功能 其實是否 即是分享音樂 你覺得有沒有用 這個 覺得有沒有用 這個 首先它那個分享音樂 好像是Apple Music用的 它音樂的Apps 是用的 是 我少用那個Apps 所以我給不到意見 那 那個形式是怎樣 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它也是 昨晚看的就是 它好像是 在那邊播放 可以在那邊播放 這個就是 我沒有試到 這個 沒有試到 沒有試到 因為我裝了一部機 我沒有試到 要有兩部機 才可以試到 不過我分享音樂 這樣也好 即是它回家 可能拍一拍空 就可以放下去 是的 即是 都不用去做其他 其他 Furder Step 一拍就 是的 其他功能 譬如 Memoji 那個都加強了 做了多些 化妝 一些 修飾 得效 比較特別就是 可以開放 一些Fat Party的App 去使用 因為以前 只是ROS 裏面的Messenger 才可以使用 其實在香港 比較特別的情況 就是Messenger 使用的比例 不算高 甚至低 因為大家都用完 對 用WhatsApp 例如我們習慣了WhatsApp Line 可能跟朋友溝通 用WeChat 這個情況 不只是iPhone 也會這樣 所以它之前的Memoji 就放了 只是Messenger 用 因為Messenger 某程度上 是跟SMS掛勾 其實香港 都越來越少人用SMS 或者MMS 這方面 之前有 就算ROS12 也好 很少人用 這次可以開放出來 當然我覺得是 挺有趣的 但問題是 希望 對方的WhatsApp 比如我WhatsApp 傳出去 對方也要 iOS13機 才能收到 這個我們就要試一試 對 如果不是變成 一個Steel picture 這個就再試 我們要試了 再跟大家 去證實 再告訴大家 怎樣畫 對 但造型多了很多 很多 對 都挺漂亮的 你看到現在 彈出來的 很容易 你想一想 連Hareport也要放進去 對 又可以換眼鏡 Hareport少了 但挺搞笑的 對 搞笑的 對 iOS 都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我自己覺得 你說是否翻箱倒楼的大變格 其實就 真的不算 很多功能 iOS12都做了出來 不斷強化 對 用得方便一點 很多特別的東西 反而是一個大動作 就是今次把iPad版本的iOS 分拆出來 這個 其實大家 都是在 WBDC開場前 一個多小時 才有 消息發放出來 其實一路都收得很狠 大家都想不到 原來 Apple有意將 iPad和iPhone的iOS分加 為何會分加呢 我自己看回昨晚的示範 或者現在我們手上 放進去之後 我覺得分加不是這個版本 想見到的結果 而是為將來去鋪路 因為過去的情況 就是很多朋友都有問 究竟買MacBook好 尤其是MacBook Air出載 MacBook好還是買iPad好呢 很多人有問這個問題 今早我的Facebook 也在問我這個問題 看完iPadOS13之後 就問這個問題 但我們都說 如果你做的 一些我們叫做 Content Creator的工作 始終仍然是 電腦會比較方便 但我相信 Apple是看到這個問題 在iOS 首先 我找不到一個地方 我擺放File 又或者是我開一個 E-mail的attachment 我擺不到在桌上 即是你已經是整個操作的概念 是和電腦不一樣 和你做的Creator 如果你要做相片 或者做片 其實沒有地方擺放 對 沒有地方擺放 對 我覺得 Apple是看到這個 iPad user 即是你經常強調iPad可以 replace電腦 它必須要在操作系統上 做更加更似電腦的工作 如果是掛念iOS 有機會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它這次是Polo 慢慢慢慢 將iPadOS 可以做到的事情 開放多些權限 更加接近電腦 例如它可以用插USB 對 Trum Drive 或者直接放到相機裡 拿相機的照片 其實這個方便了很多 你之前也可能要 一部相機有Widless 可能要再安裝一下Gap 才可以把相片放進去 但是現在就直接 你拆掉線 就能夠通過了 其實這個方便了很多 你也可以傳到 把相片放進去 你的地方放進去 你可以拿來做Polo iPad的MultiTask 是做得多了 雖然表面上仍然是 賓國畫面 最多可以同時間開兩個App 但其實它的後面 後面的MultiTask 是可以多幾個App 在後面走 就不像以前那樣 我多開兩個便會退 這方面是比較好 但在示範上 分割畫面的操作 仍然需要一些時間 適應和習慣 例如我同時開了App 開了App之後 就是它的大小分割畫面的調整 我都沒有習慣了 我不用細畫面 我想剪掉它的時候 如何推走它 這些在操作上 跟現在我們用電腦 MultiTask 放在桌上 開幾個視窗分割 在電腦我很直覺 用電腦或觸控器 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在iPad上 即使是iPad Pro 你仍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畫面 我怎樣去分割畫面 你會看到彈來彈去 其實也是 你會看到地圖 加另一個App 你不可以同時間出現三個App 即使是三個App 正在行動的時候 也好 你是做不到同時間 你現在看到這個 只是一個選擇畫面 始終仍然有少許限制 但我覺得Apple已經看到 它在這方面是要做事的 如果你說我再遲一下 可能14、15 即之後的版本 大概 我都要賣 兩個 賣 因為不然很容易會 跳走 而且你要去分割的時候 怎樣去分割呢 因為它不太直 我有一個靠差按走 你要推走 不過我想你如果習慣了 其實可能都會用得快 如果習慣了 其實我想應該會OK 那我覺得每一個OS 即大改的時候 大家都是需要時間去習慣 是啊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即這樣的走向 即本身iPhone和iPad 其實合在一起 那個連繫性是很強的 你看看對面Android的平台 大家分得很散 沒有他們的那個連繫性那麼強的時候 大家做起來 要做同一樣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肯定是iPad加iPhone iOS的機器 是會好很多 連繫性很多 對 自己裡面 它要合起來做 會容易搞 是的 所以那些用性會有很多 Apple現在你看到就是Mac是最上層 接著iPad、iPhone 再下面有Apple Watch 即是四層的產品線 而這四層的產品線 全部有一個串連的關係 那這件事在Android 就做不到這麼齊 做不到 分散一點 即大家每間廠都可能自己有自己的軟件 但是Apple的複製性真的強很多 即你Android 你自己brand 可以做到可能性 你的手機拍下去過10厘 或者其他 其他品牌的Android手機 就未必做到這件事 即是這樣解釋 那Android 我想Android 反過來 就靠你用Chrome的Bowser 去串連不同平台 即你無論Mac PC 你開個Chrome 即是用Google Service去串連平台 就不是硬件 或者是OS本身去串連平台 因為Google本身在PC Mac上 不是做OS 最多就是做一個Cloud Service 如果在Google上 你運用得好的Google Account上 你的Service 都能做到類近的效果 譬如商品 你用Google Photo 基本上在電腦那邊 PC或Mac都是可以開到的 更加好 iPhone也可以用Google Photo 來做Back 看看你怎樣去使用 但昨晚說一個很好的串連示範 就是把iPad和Mac的串連 這個很重要 把iPad變成一個 這個真的用你操作 我們現在這個設定 奢似了一點 這個真的用NL操作 iPad的螢幕還賣一個 你買了一個MacBook 然後螢幕的螢幕很小 其實都不是很難 可能Switch去Mac Mac都要先插一插線 Mac要先插線 我們先去那邊 是 這個幾個 可以嗎 可以這樣給大家看 會不會容易理解 幸好你的iPad很大 好了 現在我們 昨天說過一個Side Card的功能 對 之前其實也有些3rd party的App 可以把iPad變成Mac的 2nd point 很出名 但現在所有方面都不用安裝 你去App好 系統編號設定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一行 這裏有一個藍色的Side Card 這個iPad 這樣 然後之後再選 很簡單 我試用器材就可以了 它已經是 因為你同一個 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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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Apple ID還是SSID 用Apple ID 是否有一個 好 我們轉一轉 我們先用同一個 同一個 同一個 先轉一轉 對 我們轉回這個 對 因為我們都設定了幾個 對 我們公司的WiFi 有不同的保安層次 對 所以我們都經常混亂 我要再強調一點 永遠都是做Live的時候 才拉贏 對 沒錯 永遠都是這樣 現在出來了 好 我按一按 你會看到在iPad上面 就會展示在Mac上面 現在正在同步的畫面 現在正在同步的畫面 當然你也可以設定 不是同步 你可以extend你的desktop 可以將你 extend的反應是怎樣設定 這個我也看不到 這個也要再試試 因為我們剛才也是 剛剛 但剛才我們未知識 開始自己試是extend 對 拖過去 對 剛才就是拖過去 你會看到 可以在無線的情況之下 做到一個伸延的畫面 對 對 真正伸延 對 好 聽到同時可能要去主鏡 對 去鏡頭 去鏡頭看看 對 你會看到 這個反光 這個反光 可以 對 你會看到一個 MacOS的desktop 它有將搜尋 搜尋 搜尋 即Safari 我們就伸延到 iPad上 你說操作上 操不操 或者之前 我們另外自己 安裝的apps 就 就 有一個 對 對 沒錯 之前 有些人用完 覺得 付錢的 疊惡效果 不是太好 這個疊不疊 可以試試 他們先弄清楚 左右手 左右手 調轉了 對不起 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弄 先 對 有它先 應該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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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看 我們先不弄 好 對 這樣就很簡單 要把 對 把Bowser 其實操作 真的像 Map裡面 例如你 操作外面 做二次顯示 拼在一起 對 只不過它用了 Winus 和 iPad 去做這個 我覺得很快 剛才這樣 不慢 我覺得是完全不疊 真的很快 因為之前 Fight Party 有人用完留言 就說 疊 就問 這個疊不疊 其實 就很順 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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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這樣 變相 大家 如果手上 又有iPad 又有Mac 的話 變相你的iPad 就可以 做多一點 而最重要 就是 例如你iPad Pro 或者現在新的iPad 都可以用 Apple Pencil 基本上 你可以 當你的iPad 是Mac 手寫板 手寫板 對 我們做甚麼 例如一些 撿 繪圖 撿照 其實用筆 可以做得比較 細緻一些 不用用 Touchpad 或者用Mouse 去控制 這方面 可以給你 善用 手上的iOS 裝置 未嘗 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 其實 我不知道它 可以駁到幾個iPad 一隻 不知道 如果駁到幾隻 都很棒 我起碼是舊的 我買過新iPad 我舊的 就會 我又不知道 太舊的iPad 會不會疾 也要試試 還有你昨晚公佈了iOS23 其實也有些太舊的機器 裝不了 即是飛歐了 飛歐了 例如iPhone iPhone 6 6s 6s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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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iPhone SE都可以 因為iPhone SE和6s是同一顆CPU 因為這次在iOS 就要純64bit的CPU 即是64bit的CPU 如果之前有些32bit 的core的CPU 就這次用不了 那 MacOS 也有一個限制 但MacOS 會闊一點 基本上2012年打後的Mac機 都還能用到 所以大部分現役的Mac機 應該都可以無痛升級 那 iPhone上面就有些留意 現在很多人仍然用iPhone 6 或者6 Plus 這批機就要淘汰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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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九月了 應該 但這批機的chain in 是零價值 根本沒有辦法 可以 Full Pay 你可以很開心 iPad可以用來做second screen iPhone iPhone不行 太小了 iPhone 可能要當手機板 對 這也是手機板 這個也是手機板 對 既然都駁了一部Mac機 MacOS有什麼更新呢 就是剛才這個 Due Display的功能就示範了 對 這個 這個 要看回我們這個 Panel同時 可能要轉換 其實是否 那個update 最主要就是沒有了iTunes 是啊 對 拆開 我也不知道這是update 還是什麼 拆開 我覺得是iTunes 有很大的東西 是對的 如果你說Apple的觀念 就是把iOS和MacOS 盡量把它同化 那既然在iOS上面 都已經 一直都是把Music Movie 和Podcast 分開三個App 在MacOS 跟這個步伐 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 你拆開三個App 但是做的東西 我又沒有豐富到 那 你變成好像多 很複雜的一件事 這樣說 如果有些人 不看電影 只是聽歌 那我就可以開 一個Music 這樣 那 會 但是我開一個 選不完 是啊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 對 你只是按下方的App 那三個 列表都長了 那 所以我覺得 真的 看你怎樣做 是啊 動作上 我明白你為何要這麼做 但是意義上 其實當年 由這個 ROS11 開始和 iTune 已經不能升 這個Apps 的時候 其實iTune 已經變得可有可無 是啊 我都不需要去安裝 iTune 去升我的iPhone 唯一升iPhone 就變相 我可能是要 入一些歌 一些 ALAC 的歌 或者是做一個 整個System Bag 用 但是Full Bag 而言 大部分人 問回 十個有九個 都沒有這個習慣 十個有九個 最多 最多 開iCloud 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連iCloud都不開 或者基本5G 用完的5G 就算了 但是實際上 你的Beat Up 怎知道5G 都不知道 但是現在iPhone 升 變相 就是 很習慣去做Beat Up 所以這次 其實Apple 索性 沒有了iTune 影響又不大 但是意義 我們覺得好像 不大 除非希望將來 我覺得是Apple TV 即是由Movie 引申後 變成Apple TV 影片那部分的 能力會大一點 因為當去到那個 Apple TV拍攝的時候 就有很多 一些串流的 影片的節目 這樣出來 那裏是需要一個 比較豐富的介面 去給大家 看看有甚麼氣體 這個舉動也是 鋪路 多一些 我覺得是 例如你將來 Apple TV的介面 就跟你打開 Apple TV的介面 是熟悉的 就不用由頭來過 那是好事來的 但是這個時刻 就不覺得有一個 很大的分別 另外就是 昨晚說了一件事 就是 在Mac OS的 這個Apple TV的APP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支援到 到比的Vision和到比 Atmos 但當你看到一些細節的地方 在使用上 連然是有一些限制 它不是全線所有Mac機 都可以有到比Vision和到比Atmos 例如到比Vision 就要限制著 2018年新出的Mac機 而這部Mac機 是要鋪一個4K螢幕的 即是說 如果你是MacBook 或者MacBook Pro 本身跟那個螢幕 去不到4K 所以又出不到到比Vision 你要鋪一隻外置4K螢幕 即是總之你鋪到對的東西 就會出到 對 又或者你現役 你用一部iMac的5K 即是27吋的螢幕 它就符合到這個 開著到比Vision的條件 另外到比Atmos 又是奇怪的 它又只是限 2018年新出的 手提Mac機 即是MacBook Air MacBook Pro 2018年的機 我剛才提到那個iMac 5K可以不可以 又不行 又出不到Apple 所以就 你現在好像沒有一個解決 我是開了到比Vision 加到比Atmos 又是有些 不知道想怎樣的效果 是不是會是 會不會 之後 不知道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反而是說 是不是Apple要出一部 4K螢幕的MacBook Pro 好 好 好 所以這部手都是一個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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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但當時實際上是有這樣的傳聞 會有一部傳聞 是薄邊 螢幕大一點 而螢幕是改用OLED的MacBook 會有機會出現 但當然這是一個傳聞 是一個傳聞 是一個傳聞 不知道 看看 2019年MacBook Pro的 會是怎樣做 好 其實這次都差不多 不過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 Echo Watch 是 因為我們就 還未能放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 展示不到 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都還要 時間去試一試 我們再試到 有些什麼個人的東西 我們可能再開 再開 大家試一下 或者下個星期PCM 賣廣告先 對 詳情想留意我們 下期 沒錯 好 今集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收看 再見 拜拜